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被称为AV绿魔女等23位 AV女幽组成的 惠比寿舍葡萄合唱团 来到香港 在深水埗的商场里面 跳卡哇尔舞 有报纸形容有很多市民看到 大人小孩都眼睁睁 一个城市的景观 除了每一个人在城市内生活之外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特别的活动 事件在这个城市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个城市中 经历到一些特别的景观 这些景观 除了在当时呈现了 给当时的图人和参加者看之外 在翌日的报纸 亦都会透过新闻 或者电视的节目 来重演 而这些不论是真实的 我们看到的 或者是透过媒体重演的影像 都成为我们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有学者就形容 这些在世界里面 互相互动的一些城市景观 和媒体塑造的城市景观 刻码就成为一个我们 对于香港这个城市的想象 可惜在这个星期 我们看到很多传媒所产生的影像 都是充满色情暴力的 而一个由AV女優所组成的合唱团 经过传媒的扭曲 他们只会拍一些非常短的裙子 然后跳一些走光的舞的一些相片 普通正常的东西 都不会在这些传媒出现 甚至我们看到近期的区议会选举 其实大部分的选区 都是和平理性的 但因为某几个特别的区 有一些人有暴力的抗争 于是我们在传媒底下看到的镜头 全部都是暴力的东西 一些正常健康属于香港本身 我们社会实践的东西 就在这些传媒之下 全部我们都看不到 近日 Lonely Planet就宣布了 2012年最值得去的十大城市 香港排第八 根据那个网站的解释 香港入围的原因 是因为香港作为中国境内最自由的城市 来年将会因为有进一步的民主 而令人非常之兴奋 当中更提及到 香港人的示威文化 渗入了不同爆炸力和戏剧的元素 包括音乐、跳舞、甚至打游戏 反映到城市丰富的地下音乐 和文学的氛围 但很可惜 我们近期看到这些这么好的现象 似乎就被很多暴力和色情的元素掩盖 而应该要显示的 一些属于香港很地道的文化 正正在这些镜头下不断的消失 香港这一个 令人引以为傲的公共空间 本来就很值得香港人去珍惜 和好好地使用 但如果这些过激的暴力和色情的元素 深入了在公共空间中 将会很容易影响到 在社会上不同的人 特别是可以随意在公共空间游走的 青少年和小朋友 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 去围到他们的健康 去减少这些活动呢? 同时 在一些适合老少咸宜的地方 例如 年宵市场 公展会 或者商场 作为举办这些活动的承办商 或者商场的负责人 其实他们 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些责任 去确保 当中的活动 是老少咸宜 适合所有人去欣赏 和去享受 而不是将这个空间 渗入了色情的元素呢? 最后 如果这些自律的机制都失效的时候 我们又是不是应该要考虑 要由政府 或者由其他一些机构去出手 加强监管 令到这个地方 更加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使用 而不是当中 渗入不同的色情 或者暴力的元素呢?